总统出访在今年抵达了纽约 那么驻美代表金普聪亲自接机 看到了好朋友 看起来总统心情大好 主动说起了当年跟周美清 在纽约的甜蜜往事 这过去美国的第一天 总统在纽约那些年的甜蜜 好像变成了出访主轴 欢迎到纽约 好 欢迎上去 好久不见 驻美代表金普聪亲自接机 一踏进机舱 两眼坚定眼神望着总统 一步一步往前走 果然是并肩打过仗的挚友 过程这一刻马总统忍不住 眉开眼笑 一切静在不言中 好不容易撇开政局纷扰 总统出访第一天见的金普聪 心情大好 主动说起那些年 在纽约的爱情算甘甜 这是要重回母校吗 多久没回去 六年 七年了 当年是跟夫人在那边谈恋爱吗 对 现在就要到那个地方去重游一下 那时候真的很甜蜜 那现在不甜蜜了 现在不甜蜜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握我 你也甜蜜了 好了好了好了 明明夫人不在身边 马总统却能就地重游找回恋爱ing 酷酷嫂在场可能会忍不住白眼来一句很奇怪耶 但别想歪 AIT主席博瑞光来解围 纽约大苹果本来就浪漫 你知这个城市很大意义 他在这里认识了他的妻子 他在这里认识了 他在这里认识了 我认为他有机会再享受这个城市 总统权力拼外交出国透口气 红岸双英会或核子争议 一堆要烦恼的 等回国再说 这位新闻李红杰王佑正 美国纽约采访报道 美国纽约采访报道